好,好,好 歡迎大家收看錄音廠檔 剛剛過了越洋直播高峰 其實接下來的星期日 沒有越洋直播賽事 不過你也會看到我,朱仔和阿桃坐在這裡 為什麼呢? 我只是越洋直播沒有 但我們本地的賽事有國際二級賽 還不只一場 三場會有馬會錦標系列的賽事 有馬會盃、馬會短途錦標 以及馬會一里錦標 今天一場來到,我們當然談了三場賽事 沒錯,換言之國際賽的味道 開始聞到 因為這三場都是國際賽的前哨戰 沒錯,也要留意一下評分 比較低的馬匹 有些馬匹都會在這種情況下 要爭取那場入場券 所以都可以留意一些 過往未必是很頂級的馬 都有機會這場賽事跑出來 低分歸低分 不過這次的玩法不同 那些是平榜佛則 有些平榜味道是否這麼容易呢? 不過我們在上一季都看到 例如有些聖木鳴驅 甚至乎新力鋒 都是用下市聖上市的身分 因為往往就是去到大賽的前夕 一些最頂級的馬 會不會推到最頂呢? 因為反正已經有個入場券在手 我相信今年也有這樣的味道 事不宜遲 三場賽事是星期一的第六、第七、第八場 先說第六場的馬匹杯 馬匹杯跑2000米 好 一望來出馬就很少 但出馬很少 我覺得這場馬更難處理 當然,你看看陣營分佈方面 其實往往跑到高班 中距離中長途都是這樣的情況 兩、三個馬房就做主力 是出馬的 這場賽事中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看著 高冬妮馬房那一隊 因為近期也跑得好 沒錯,戴紅圖 其實上一次也能夠在內蘭捐上來 另外馬克洛斯其實也有很多人受注目 今季都是超新星的馬匹 但好像有一場是不放頭 一場是放得比較快 但回來也很接近 不過先看大紅圖 其實看上季 都已經喜歡在內蘭捐上來 這次又被他捐多一次 這麼昂貴也是一出即勝的 其實那場賽事 你說沿途他的祭遇是否最好 他真的這麼幸運 是不是真的開到給你 過島內蘭 不過我們數回這次馬尼 在我之前也見過他 可以說他在開面掩蓋是沒問題的 亦跑慣游轉 我就死都不相信 他只懂得捐 但這場又捐贏了 上來多就幫他拿第二名 還有有沒有發現潘頓跑這隻馬 這隻馬很聽話 我想他的姜誠對他來說是有幫助的 對 挺輕鬆 你見他其實入直路 也不用看潘頓的車輪車輪 其實只推搖這馬上來的反應是不錯的 不過上次A跑道 竟然是內蘭真的被他捐上來 這次跑道想來摘一點點 看看裡面有沒有位置 不過我也不擔心 B跑道今季 我們只是試過用一次 就是在開來日的時候 沒錯 到現在 當天跑了這麼多場賽事 只有一個嘉品王只可以放在前面回來贏 其他全部後上 他也是很不利的 是的 所以說如果是後追的馬有利的話 希望可以持續到這個勢 但除了他之外 大紅徒畢竟都是由下邊班次升上 有些馬王在這場 明月千里對著他 咦? 五磅而已 是 可能能放下 五磅 現在就贏你十幾分 對嗎 不過來數一回 明月千里其實上次跑三年 哪有1,600呢 走勢 不過不失的樣子 因為已經扔了出去 但衝下去的勢就不算很強 是不是路程的問題 1,600也比較嫌短 而且也是貴內的第一鋪 你看到他 好像三百米都還未扔得著 差不多到八五米左右 你看到背湯尾再打下去 馬就開始有些反應交出來了 所以回到他小時候 就不算很頑皮的2,600米來講 賣門試貨閘也很吸引 你看到貨草閘就很吸引 其實你想回頭 上季的部署就是這樣 第一場其實不斷倚追給你們看 我記得這個名次也是差不多 跑第六而已 然後再出就贏了 看看是不是又這樣安排 2,000畢竟才是他杯茶 1,600 他們可以遮 我覺得又不用太在意 不過除了剛才我們講大紅套上去 那馬克羅斯 大紅套的潘頓 馬克羅斯是莫磊拉 這隻就不用想了 你一定在前面有這麼快 走不快 不過2,000走不走得完 上次1,800多個萬歲 我自己也不是很擔心 始終都是雕索家的兒子 大家都記得雕索家當然在香港 挺好表演 女王輩都被借了 2,000我相信就不會太擔心 但是上次的陣營 就跟馬主 都是那件三島 紅黑直尖跳衣服 被那隻創世紀偷到雞 其實你說是不是偷雞 老實說 我覺得這場賽事 一定主力是創世紀 因為馬克羅斯這個分 其實你說他要選110分 有權已經可以進去 創世紀那時是80多分馬力 只會選擇 寧願失分 蕭嘉典馬有多好 這樣搶著來 就是希望拼搏這場偷到上來 加分夠而已 所以我覺得那場未必是偷雞 我自己心目中一定是去主席 而且小翠鋒過了磅 所以回來加分的幅度也挺多 加了18分 當然也說馬克羅斯那場 就放得比較快 頭1400米是說1分21秒多 夠贏的 1400米也夠贏的 都真的破紀錄時間 所以其實頭二明的時間 是相當之快 現在擔心一點 因為雙隔期比上次 其實時間很接近 所以看看體力上有沒有問題 不過年輕馬 我覺得還是沒什麼大礙 八隻馬好像說說說 也有點微目出來 有 先來吧 明月千里畢竟也是前馬王 而且之前跑的1600米也比較短 你看他撞起勢 最後850米上來勢很強 畢竟也是 這個路程三勝,一個第三 希望貝湯美今次發揮好一點 再選下去 就是四號的大紅圖 潘頓也是比較熟的這匹馬 你看他也有內蘭優勢 這次內檔也有權是捐上來的 另外也多看一次是天才 上次也是在後面跑過一場 回來試襲 開始也有些走勢 上年也是這個杯賽的盟主 我自己其實來來去多幾隻 限頭的會是這隻大紅圖 我有點感覺 這隻馬會是我們香港今季 到後期的長途新勝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上到這個階段 這場也是很指標性 在數下去當然明月千里 有好檔位 然後要分成馬克羅斯 八隻馬別 沒什麼馬去放頭 因為有馬克羅斯放頭 我也相信大紅圖多一點 我總是覺得他在長途的卡士 會高一點 至於創世紀 上一次追到馬克羅斯 那場真的出盡10成功力 不過你只要出盡10成功力 現在都是105分左右 是否真的夠分跑國際賽 還有需要搶分 所以我覺得這場賽事實牙實恥 來搏多一次 有些機會 當然剩下一定是明月千里 不過究竟這場是否需要跑到10足 也有點疑問 但他不用10足 2000就是他杯茶 跑入2、3名一點也不足夠 所以這匹馬我想怎樣都要回復 好了 長途就是這樣的結論 我們暫時就 而是短途 短途 不過我總是覺得短途 你覺得短途會比較明朗 如果你說短途這場 上季當然是不明朗 新力鋒 只有他一隻就招了大局 而今季入面 其實跑來跑去都是這一群馬 你結合很多檔位因素 譬如上次贏的紅衣省 今次變成大外檔 幸運元也繼續混在裡面 其實這些是否真的很明朗 我自己其實有點保留 而且我也覺得近年香港的短途 新星來講不算有很多 你叫做進來的 可能有些偏偏 宇宙車神穿鑼專區 這些比較低分馬去跑這場 所以可能那些小碼馬 跑來跑去那一群 有權都是那一群回來 吳明朗的所謂 可能大家首選怎樣搞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想問廣大的朋友 多數都是投下運如意票 始終我覺得都是 有一點就是民心 然後就下了他上面的馬 你看看上季主席短途獎 他就因為贏了這場 所以今場要128磅 一人今年內的事 你看到在裡面捐 然後新力風中間來的 前面是幸福指數 隔離飛來馬這些 紅衣省神也困得很緊 紅衣省神這裡很可憐 開面的華欣廷這場也挺是指標的 但一望空打開之後 幸運如意就車輪邊上來贏了 但記住當日是暴民兄 那不是潘盾也不是拍寶 那究竟做不做得好 還有我相信做得好 不過又要想 這場是不是需要在這場上潛出 我也覺得是 不過可能有些奇怪 就是當贏了這場之後 去到季尾 他的分數依然是紅衣省神之下 是有點奇怪 可能大家都覺得那場紅衣省神 不是左那一刻那麼硬 應該是紅衣省神贏的 一來左過 二來莫雷拉 那天據聞拉傷了大腿筋 發揮上了可能差一點 因為終點那一刻 其實紅衣省神的勢也撲了上來 但是今年紅衣省神 就贏過幸運如意 還要省神一點 最近的事而已 正宜丸 也是這些麻煩 這三個都認得了 只是偏偏入了泥飲解 其實那場幸運如意 又是要偷這些位 紅衣省神說 這次我不腳通了 但是因為那個羅里亞 是絕對沒有這回事 所以你叫他炒下去 那一刻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但當日記住他要背133磅 而幸運如意是132磅而已 差一磅 沒錯 回到來其實一直壓著你的 幸運如意 還沒追過他一步 但開面上來也有這隻就是環庭 所以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兩匹馬不是差很遠 不過就不容許犯一個錯 任何方 任何一方如果犯錯的話 你就將冠軍拱手相讓 很大機會 正正如剛才那兩場片段 對 一次是紅衣省神受阻 一次是幸運如意 在裡面就差了一點時間 就是這樣 這次大家的檔位 其實差距也挺大 一個是一檔 一個是十一檔 如無意外 我想幸運如意 都會留守在內蘭 看看入到直路 潘頓的減會如何 因為上次其實 早段是有點失的 但是打下去 看見潘頓的車輪邊打下去 馬一堆就飆上來 另外紅衣省神 看看外擋都是縮後跑 其實老實實 我覺得算是不僅僅一隻 現在是幸運如意 只有一隻 而人家是擺一堆 很堆 所以我永遠都覺得 不要說是對際 但是一定是 少許有這樣的因素 太多也會生氣 會怎樣 不過他們的備戰 近期都做得很漂亮 不妨我們看看 最近的試集片段 紅衣省神的試集 不需要10號那招 試泥地集 這些也不需要有什麼懷疑 最高級數吧 放在這裡試 其實上一次賽前的 試泥集也很省神 其實是做足功夫來跑 旁邊都是爭分奪廟 一直騎著要逼他 反而他就要逼 因為爭分奪廟試集 也是很搶眼的 你看到繼續保持大勇的狀態 其實當天11月10號 其實賽漢很多馬都進行試集 你也看到紅衣省神 也試得很漂亮 其實也放在前面很壯順 他的舅舅也試得不差 路斯卡上次跑到駐塞 沿途在後面不知道做什麼 好像沒看到他 但是我那場賽前的試集 我記得他跟紅衣省神一起試 他的確是欠紅衣省神一點 這次不同了 我們再看一看 如果以這次計算 我覺得這次是好很多的 對 一下子鬆一也不用避 鬆下去已經走掉了 後面是什麼 幸福之數 華欣廷 不過華欣廷這段集 就是網空離開 我覺得有點不能作獎 因為他不是網空離開 如果你說這樣的情況 就似乎的範圍 好像是圍著陣營去思考 其實我覺得複雜性 豬仔就是 是這幾隻 不過你要哪隻是第一名的話 那就真的要想一頓飽 剛才 因為那幾隻我都喜歡的 其實都應該有入場券 不過看看名詞是怎樣擺 一後幸運如意 始終潘頓都已經拿了這匹馬的稅拳去跑 國際賽 我想他也是騎這匹出戰 所以戰意詩名上 我都會選一隻幸運如意 紅衣星辰 畢竟是比較高分的馬匹 也是對過一隻幸運如意 也是有得跑的 是個外檔 看看組段能否放到一些異疊 都是留後跑 老師卡剛才看過 那一貨集也挺吸引眼球 也挺壯身 希望這次組段 就不要跟馬群那麼後 跟前一點跑 如果你說我選 都是選蔡野汗的 不過我喜歡華欣亭多一點 其實上一場賽事精英滿 他回來的末段 是快過紅衣星辰 一線狗 接近兩線 很誇張 剛才那個課集也說不足為據 因為在前面網空了 這次留下來走 我亦都很相信他這隻 往往交到一段後勁的馬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贏到前面 我不敢說 但是你說 算上很多注視程度的話 我覺得他是可以搏一搏的馬 你說再選下去 就是幸運如意 這是很正路馬 另外就是贏他的紅衣星辰 都是要他放進去 朱仔 我的想法是挨向你 當然大賽明知哪把刀最尖 那些一定會留到最後 但是譬如華欣亭 坦白說去到大賽 哪有把握贏 去到正本器 現在不拼到盡等幾時 正正就是上季新力風險 沒錯 可能這場就要搞定 另一筆其實應該就是奧斯卡 為什麼呢 現在奧斯卡大家都知道 真的千二和千四個分別都很大 但是千四沒有國際賽 逼著現在有個好一點的檔位 可能我這場搞定 他好過去到真正跑正本 老實說絕沒有把握贏 所以我就三和六 就是說奧斯卡和華安庭都有 那剩下當然了 如果幸運如意和紅衣星辰比 真的是平均水準來算 我還是挨向幸運如意多一點 紅衣星辰不是不好 但是是不是需要這場用得這麼盡 而且你要記住 撿了出去外檔 不多不少 我覺得這場賽事會有些影響 所以是有些思維上的不同 大家可能還要考慮清楚 好啦 長途短途都談過了 我們休息回來 談中距離 回來再談馬會一利錦標